如果说李宗盛的歌写进了爱情故事 那么罗大佑写的就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作为一个时代的标杆 纵横华语乐坛的音乐教父 他的音乐才华早已无需多言 甚至李宗盛都要称他为大哥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罗大佑写给别人的经典歌曲都有哪些 《珍爱佳 童年》 这首罗大佑花五年时间才写出来的《童年》 由于对小妹张爱佳的格外恩宠和执着的思念 因此他第一时间把这首歌给了张爱佳演唱 当时罗大佑还只是一个刚从医生转行的新人 而张爱佳已成名多年 之后两人也因这首歌相恋了 这首歌不仅仅记录了我们欢快的童年 还蕴藏着罗大佑对张爱佳深深的爱 但经过轰轰烈烈的爱情后 他们这段恋情还是无疾而终 凤飞飞追梦人 1991年随着电视剧雪山飞狐热播 由凤飞飞演唱的片尾曲《追梦人》也火遍内地 但其实这首歌并非全新的原创 由罗大佑为电影《天若有情》创作的主题曲《青春无悔》 《追梦人》就是在这首歌的基础上加了四句歌词 而其中的原因正是为了纪念突然离世的三毛 罗大佑将三毛的一生都写在了这四句歌词里 而这首歌也一直被传唱至今 是宣传地ова 啊 啦 谁在声音里徘徊 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事 终难解的关怀 三毛与罗大佑曾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 一个是剧本 一个是音乐 他们的合作可谓是天衣无缝 两人心心相惜 造就华语乐坛传奇 罗大佑为电影创作的同名主题曲《滚滚红尘》 最后由陈淑化演唱 而他也正因为这首歌的专辑 在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正式封后 对于这首歌 无数人给予过极高的褒奖 甚至有人说 听完了这首歌 就像过完了整个人生 梅艳芳 《四世故人来》是香港歌坛大姐大梅艳芳的重要代表作 而这首歌也是罗大佑与灵溪共同创作的歌曲 梅艳芳独特的声线也赋予了这首歌以岁月的厚重感 像是在娓娓道来的讲一个故事 然而在2003年梅艳芳因病去世后 罗大佑在2004年音乐会上 为缅怀梅艳芳现场隔空对唱 心中充满无限的怀念 并喊爱敬仰 陈慧贤 人生何处不相逢 出道季巅峰 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陈慧贤才23岁 她的颜值和歌曲演唱造诣 粤语女歌手中属于当时顶级大火的地位 人美歌田公主专属 也曾是与梅艳芳分庭抗礼的唯一女歌手 而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 可以说是陈慧贤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同样也是由罗大佑作曲的作品 这首歌后来还有周华健演唱的国语版《最真的梦》 但陈慧贤的阅语版本唱出的味道永远是无法超越的经典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 《野百合也有春天》这首歌 更是把潘岳云推上了事业的高峰 成为了天后级的歌手 为电影《搭错车》创作的歌曲 《酒干堂麦污》是否等 也广为传唱 而演唱者苏瑞 也凭借这些歌曲一夜爆红 直接登上歌后的地位 还有珍妮的《海上花》 《奇遇》的《船歌》 甚至邓丽君都向罗大佑摇歌 罗大佑便精心挑选了 《爱的真言》这首歌给了她 而这也是音乐教父与华语歌后的 唯一一次合作 听完了这些歌曲 我仅感叹一句 罗大佑真不愧是华语音乐教父 不仅用这些作品带出了一众天后级的歌手 而她也被人们称为华语乐坛的八十年代 就是属于罗大佑的年代 她的作品也远远不止这些 用这一首首的歌曲刻画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对于无数后卫来说 她的存在就犹如灯塔一般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